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完没了的起诉 庭审 宣判 上诉 他带着电子脚料被囚禁监视已经七百多天 十四亿人都在静候加音 然而归期 遥遥无期 任正非含泪说 已经做好永远见不到女儿的准备 孟晚舟含恨说 我本人宁可把美国和加拿大的老底做穿 这对妇女的坚毅和无畏 一脉相传 又清出于懒 四十八岁的孟晚舟身上有太多彪悍的标签 随便拿出任何一个 就足以让国人泪流 西方未切 今天小编想聊一聊 他刚硬外表下 那些温暖又柔软的标签 他的爱情 亲情与人生 他是个好妻子 更是个好母亲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所幸在加拿大隐忍囚禁的艰难时刻 有一个人一直为他遮风挡雨 2018年的12月 孟晚舟在加拿大中转飞机时 在美国受益后被扣押 面临着终身检禁 有一个男人知道消息后 做了两件事 一 第一时间飞去加拿大 二 紧急变卖了在加拿大的房产 筹集孟晚舟的保时金 人人都看到了孟晚舟的临危不惧 却没看到他身后一直站着的 为他拿衣服拎包 一言不发 但寸步不离的男人 他就是孟晚舟的丈夫 刘晓宗 好的感情势均力敌 孟晚舟着实出众 刘晓宗也毫不逊色 刘晓宗1976年出生 比孟晚舟小三岁 一路拿着学霸的剧本长大 高中时就读于大名鼎鼎的成都七中 这所号称清华北大的生源地 走出了现在互联网的半壁江山 搜狗CEO王小川 B站CEO陈瑞 腾讯CEO任宇鑫 美团金融CTO包塔 滴滴研究院院长何小飞 就连今年拿到华为200万年薪的天才少年张继 也出自成都七中 刘晓宗的实力可见一斑 毕业后 刘晓宗赴美留学 拿下硕士学位 1996年毕业后 进入了华为辽宁分公司 2001年又被派去墨西哥开拓市场 从国内营销到海外市场 从销售员到项目经理 再到子公司CEO 刘晓宗的华为十年 很励志 很风光 很彪悍 她自称是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方诸侯 但历经千辛万苦坐上诸侯的她 却放弃大好前途 在2006年突然离职 背后的原因几年后才被人得知 原来她遇到了孟晚舟 那个时候孟晚舟刚刚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自己带着三个孩子 虽然贵为华为千金 但早年的孟晚舟和刘晓宗 有着同样白手起家的经历 因为随母性 没有人知道她是任正非的女儿 1993年孟晚舟大学毕业后进入华为 做的是最辛苦的接线工作 作为仅有的三个接线员之一 孟晚舟每天承受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 一直到五年后 她才从行政转到财务 2011年 孟晚舟被正式任命为CFO 彼此的相遇恰逢其时 行星相惜的两个人 经过三年恋爱 在2007年携手走入婚姻 在决定结婚的前一年 不知道是孟晚舟家族的要求 还是不想给别人留下 自己吃软饭走关系的猜忌 刘晓宗辞掉了华为CEO的职位 有了十年的沉淀和积累 刘晓宗和朋友一起创业 做起了老板 举悉他低调行走在科技和资本圈 很有作为 相识于华为 相恋于华为 回到江湖各有千秋 即使耀眼如孟晚舟 也终究能碰到和他并驾齐驱的爱人 婚后两个人生育了一个女儿 如今儿女双全 生活中他们是爱人 是亲人 十三年相濡以沫 事业上他们是鼎力相助的合伙人 实力旗鼓相当 加拿大的这场飞来横祸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至暗时刻 但唯独回归到爱情这件小事上 闪耀着熠熠生辉的光 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刘晓宗不然 她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状 也知晓终身监禁意味着什么 但是依然抛开一切工作 坚定地留了下来 以陪伴 以鼓励 以勇气 以深情 她选择去踏平波涛海浪 做妻子最温柔的靠山 如果你曾留意 孟晚舟的每次重要时刻 都看得见刘晓宗的身影 第一次带着镣铐去听证会 开庭之前 孟晚舟瞥了一眼身后的丈夫 刘晓宗向她竖起了大拇指 整个过程她不卑不亢 从容地否认不识指控 淡定自若 第三次庭审 被宣布当庭保释的时候 她边擦拭眼泪 一边看向丈夫 两个人相视一笑 胜过千言万语 在加拿大24小时被监视 不得自由 但刘晓宗陪着她 两个人一起散步 闲庭信步 心静如水 孟晚舟是个工作狂 拘禁的日子闲不住 刘晓宗就为她打点一切 联系当地商学院的博士课程 申请保释时 她要说一段保证词 让法官信服自己绝不会逃跑 她如是说 如果我被放了 我只想和我的丈夫和女儿待在一起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读上一本小说了 这个从来与女战士士人的事业强人 一把所有的温柔 留给了丈夫和孩子 有的婚姻修炼得人强大 有的婚姻教会你柔软 但非此即彼 都不是我们择一人终老的意义 孟晚舟得以在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切换 走出法院的时候 她是任正非的女儿 华为的CFO 眼神坚毅 言辞不屈 我以华为为傲 我以祖国为傲 在高大健硕的刘晓宗面前 孟晚舟只是一个妻子和母亲 娇小温柔 幸福甜蜜 孟晚舟曾发过一张图 配文是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触动了无数人 诚然 伟大的背后是苦难 可是她的背后 却站着华为 站着中国 站着奋力托举的爱人 每一个声音都在鼓励着她 别放弃 苦难的土壤 会开出灿烂的花 也会结出最深情的果 最好的婚姻 一如他们二人 赠你最坚强的铠甲 护你最温柔的软肋 有着肝胆相照的义气 共赴人生海海 成就更好的彼此 祝福孟晚舟 祝福她们的爱与人生 愿路途遥遥 早日回家 若无家烟 爱就是最好的归途 盼早日归来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